众所周知,阿斯麦在光刻机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优势地位 而中国要想制造高端芯片,那就必须使用光刻机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翻看这条新闻的话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消息被大家忽视了 那就是阿斯麦所谓的拒绝是想继续对中国出口原本一直都能够出口的DUV光刻机 而高端EUV光刻机碍于老美的干预从未向我们出口 阿斯麦如意算满打的可真是妙 新款光刻机不给卖 但是老款光刻机的钱还是要赚 毕竟面对如此大的中国市场,没人想彻底放弃 但是你知道,这两种光刻机之间差距有多大吗 用铜钩来形容都不为过 目前DUV光刻机只能够用于中低端芯片的雕刻 还不能制造出7纳米级以下的芯片 因此DUV光刻机解决不了中国高端芯片的困局 所以说阿斯麦此举,与其说是大发善心 不如说是当面挑衅 看来啊,还真硬了那句话啊 外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自强才是硬刀